当地脱贫攻坚的工作怎么做 我们先去参与 先去了解 什么叫脱贫攻坚 什么样标准才能算脱贫攻坚 在参与中我们应该支持 在赤字中给予服务 在服务中我们才去监督 2016年以来 各民主党派中央分别对口 八个中国脱贫攻坚任务中的中西部省区 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 近日 全国政协常委 台梦中央副主席吴国华接受中心社专访 讲述了台梦中央深入一线 开展监督调研 访查活动的故事 在甘肃林下回族自治州东湘县调研时 吴国华看到当地人受教育程度比较低 很多孩子没有接受完九年制医务教育 就出门打工 他深深感到 如果不保障教育 脱贫攻坚不可持续 因此 台梦中央把教育扶贫 作为调研监督的重点 我们去到农村 就是和村民直接沟通的时候 我就问他一下 我说你念诗念到几年级啊 他说我五年级男主人 问问女主人 女主人说没上学 所以在第一年报告中我们提出来 应该就是贯彻国家九年义务教育法 应该从法的角度 加大 教育扶贫 加大 当地教育 实施教育法的监督力度 第二年我们要再去的时候 临夏州 全州 把他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重中之重 县委书记亲自出道 就是他们 本县的出去打工的人员比较多 比较集中地方 县委书记直接去找打工的孩子的父母 必须要求孩子回来读书 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除了关注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也是台盟中央进行脱贫攻坚 民主监督的重点 并在工作中积极发挥台字特色 连续三年 台盟中央在甘肃多个县 开展了两岸医师健康咨询活动 接诊两千余认次 吴国华说 这一活动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医疗方面的帮助 更促进了两岸医师的交流 台湾来的还有我们的专家 对当地的医护人员 因为必须有他们当地医护人员 这个每一个我们出诊的专家 他当地都配一名当地医护人员 因为语言我们听不懂当地的语言 来做一些辅助的工作 在这一天的工作当中 他们产生了非常好的那种工作上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什么 这个疑难患者疑难杂症需要交流 咨询要请教 他们就之间就开始在联系 一定程度有的时候 可能变成两个城市之间 或者就是两个这个都是医疗方面的 也在进行交流 吴国华告诉记者 参与大陆老少边穷地区的公益活动 对于前来参与的台湾医事而言 也有很大的触动 他们想象 他说我们想象中 大陆这么多人贫困人口 贫困地区那里是相当穷的 他说我们到了之后 我们一看真的很惊讶 这么远的地方 路修得这么好 他看村民穿着打扮 这个状态上来看 他说都生活这么好 每个人脸上有这么挂着微笑 书院士来看病来议诊 你看不出那种很苦 很穷很无奈的那样 吴国华认为 两岸医师活动在医疗咨询之外 还促进了两岸交流 让台湾专家更好地了解 大陆民情和大陆的脱贫攻坚故事 截至2020年7月 台蒙各级组织先后40次 深入甘肃省10个市周的 150多个贫困村 750余户贫困家庭 开展调研活动 通过书面报告 座谈等形式 向国家以及甘肃省提出了 100余条意见建议 开展了两岸医师健康咨询 驻梦乡村培训班等多个 助力当地脱贫发展的活动 切实为完善脱贫攻坚政策 打赢脱贫攻坚战 注入了监督之力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